不影响任何别人 你就是孩子和妻子不在的地方 好吧 你可以吸烟 但是你在一个公共场所 反正你在你周围有很多 无害的别的人 你怎么能够把你的烟害别人 这个我觉得你没有 这个没有这种 不应该有这种自由 不应该有这种权利 还有最后40秒的时间 我们知道欧美很多国家在国内 带他们自己的国内 遇到很大的反烟的这个运动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市场 推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那像您这样的反烟草组织 有没有做一些努力来阻止 这些欧美国家的烟草公司 向发展中国家 推广他们的市场 推扩大他们的市场 中国其实到现在 还是比较成功的 把这些欧美的公司 反正推到门外 中国这个市场 93% 反正还是中国自己产的烟 但当然这个欧美公司 反正发展中国家 我们非常非常担心 这个事 而且我们一定要 我们确实 我们是 看他们的活动 他们做任何 我们认为有问题的事 反正我们肯定要说出来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 就进行到这 非常感谢美国空烟组织 青少年 无烟草运动的 中国项目主任 李淑珊女士 也感谢各位的参与 那么各位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最后 我们要提醒听众观众 美国之音中文部 欢迎大家登陆 我们的网站 或者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发表您 对我们节目的看法 下面就是登陆 美国之音网站的具体方式 美国之音中文部网址 中东危机的重重困扰中 宣示就任 尽管工作繁重 他说他将继续保持身体健康 美国之音记者马罗尼说 奥巴马希望能够继续从事 他喜爱的运动 打篮球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在经历了美国近代历史上 最为辛苦的竞选活动后 奥巴马最终成为美国的 第44任总统 为了保持精力旺盛 奥巴马在竞选期间 也会抽出时间锻炼 特别是打篮球 男性健康杂志的彼得·摩尔 在奥巴马总统就职前 就奥巴马的健身安排采访了他 摩尔说 奥巴马每星期都锻炼六天 其中四天举重锻炼 两天做有氧运动 第七天休息 许多年来 美国历任总统 都会对白宫的房屋设计 做出一些改变 罗斯福总统当年修建了室内游泳池 白宫里还有保龄球场 摩尔说 众所周知 尼克松总统经常独自一人打保龄球 但是奥巴马希望邀请他的好朋友们一起打球 奥巴马总统还没有决定在总统任期内 他将在哪里打篮球 但是在竞选期间 他已经显出不喜欢打保龄球 奥巴马告诉男性健康杂志 他希望把白宫的保龄球场改建成室内篮球场 他的前任各有所好 克林顿总统修建了一个特别跑道 布什总统则喜欢骑越野自行车 塔夫托总统虽然努力减肥 但仍然太胖 他不得不在白宫安装了一个特殊的浴缸 摩尔说 奥巴马要把锻炼放在他个人生活的第一位 我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健身时代 所以奥巴马也要做一个体型完美的总统 如今奥巴马住进了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白宫 奥巴马希望保持锻炼能够帮助他应付 只有少数精英才有可能担任的美国总统的工作压力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是这些内容 再次感谢美国控烟组织青少年 无烟草运动的中国项目主任李树珊女士 参加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参与 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面呢 我们将讨论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的中国人权政策 欢迎收听收看 我是宁兴 祝您晚安 再会